我們經常玩手機做帶頭做 姿勢不正確 經常會腰痠背痛 不過不用擔心 我們就請來升級教練關耀進Leo 教我們一些動作去改善我們的姿勢 Hello Leo Hello君妍 今天教我們的動作主要是針對哪個部位 今天教大家的動作主要是針對大家的背部 今天主要有四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我們便會趴在地上 然後手放在8時和4時方向 就做一個外旋的動作 令整個背部都藏起來 這個動作我們會做10次 每一下做10秒 好嗎? 我們的頭盡量不要握高 不要靠頸子 我們主要是上背上升起的 對 你感覺到現在上背這個位置已經在用力 對嗎? 我們盡量夾到有幾乎可以 對,但要用背部位置 對,再上身多一點 對,做了3秒 2秒,對 1秒,慢慢下 通常大休息兩、三秒就再上去 好 現在先收下巴 你經常記得 因為一摸高頭 你會覺得距離遠了 但其實不是靠背部 而是靠頸子 所以盡量收下巴勾高 你感覺到現在整個背部位置都在用力 對嗎?尤其是這兩個位置 對 手臂這裡也用到 絕對會,因為後部已經用力了 然後第二個動作 我們會做一個左手、右腳慢慢遞起 令肌肉一起收縮的動作 對 這個我們會每邊做10下 總共20下 上來空一秒 其實可以形成一個交叉 好嗎? 好,我們除了練背部外 我們連臀部也會練好 好 我們先嘗試左手、右腳 好嗎? 對,同一邊不要緊 對,我們保持的時候 記得頭也要看地上 對,慢慢下來 經常都忘記 頸部也要縮起來 對,一定要收起來 好,然後放下手 做右手、左腳 對,你感覺到現在臀部正在練 背部正在這裡升起來 後腹正在用力 好,再轉另一邊 再上去 感覺到臀部上,近腰圍 對 因為平時我們背部都會捲起來 現在他將我們延伸不僅 還有一個新的懶腰感覺 那做得快一點和持久一點 有甚麼分別呢? 持久一點是練耐力的 譬如如果你是剛剛伸手 就不要持久了 如果你是經驗很老到 就可以持久一點 好 這個動作常做可以令整個臀部 背部很夠力 支持整個臀部 不會整個卷起來 在上面這個位置 對,可以令形狀更好看 第三個就是 將好像有一條繩 拉向自己的胸口 類似我們平時做運動 上而下拉下來的感覺 模擬感覺 趴在這裡 好像當你捉住了一條繩 好,還是下巴不要握高 然後我們慢慢拉近自己 胸口的時候升起 適合,但腳趾也是踩著地下 對,很難,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一起試試做十下 好,準備好,出去兩秒 上來,一秒 就是這樣 感覺到整個肩胸骨 會收起來 對,再來… 感覺到現在肩胸骨 你會轉向前 繼續往前做兩下 然後再轉下來 對,厲害,再去 再回來 能否感覺到整個背部 感覺到已經很累了 對 第四個動作 我們會做一個叫9090 保持著,前腳90 後腳也90的動作 保持著的時候 儘量想整個背部延伸到最多 我們將右手按開去盆骨 三點的位置 做完左邊做右邊,同樣地 手就像跟別人打招呼 你好 好的 然後我們會慢慢舉高手 向上的時候 其實我的背部已經在拉 我慢慢會延伸向三點 然後我慢慢的胸口 會轉向看著地下 去到盡力了 然後你先保持著 讓我看看 對,中了 感覺到… 對,你會發覺整個背部 在這個位置拉著,對吧 好,即是我們要將… 近肩膀和下腰 對,中了 這就是整個肌肉的動作 然後我們回來 然後我們回來,原本有四個… 你好 你好,那不是說要多久 我們通常保持動作十下 1、2、3 然後1、2、3 再來,go 1、2、3 感覺到整個背部延伸到 千萬不要懶惰 手一定要直 即是不能上來 曲曲還未去完 一定要直 再回來 好 只要你跟著做大約兩個星期 你背部痛的明顯效果 就會消除了很多 別忘了 我也是 沒有再 tässä 看看